下一個要上的 叫做輻射 叫做輻射 輻射呢就是不用戒指 我們前面交過 我們前面交過了 光線不用光不用戒指 就會傳播 那一個東西叫做紅外線 紅外線跟熱有關 這個我們前面提過了 紅外線跟熱有關 然後呢 熱量藉由紅外線傳出去 速度是光速的速度 它是輻射光不需要戒指 光不需要戒指 所以呢就可以中間 沒有任何東西傳過來 所以太陽光過來就是靠輻射 給我們溫暖 加一個爐火 外國人家裡有什麼壁爐的啊 在那邊燒個熊熊的爐火 在旁邊感受到溫暖 然後就是靠它的熱的輻射過來 還有家裡面的某一些 家裡的某一些電熱器 電熱器這樣很多種啊 電熱器這樣很多種 有一種電熱器是一根看起來白白的管子 然後點了它就會發紅光 它可能還會轉 它轉到你的時候你會覺得熱 轉過去你就不太覺得熱了 那種也是靠輻射 轉過來熱輻射過來 轉過去就沒有過來你就不覺得熱 然後它還有葉片是靠對流 那是另外一種就不管它了 好 反正呢 輻射的有些現象跟應用 基本上你只要有溫度就會向外輻射 只是你溫度如果比較高 輻射就會比較多 溫度如果比較低 輻射就會比較少 所以溫度越高 向外輻射熱就會越強 溫度越低就要輻射就會越弱 基本上如果是白色跟淺色的 會容易反射輻射熱 黑色或者深色的 就會容易吸收輻射熱 因此就會有一些現象跟應用 現象跟應用 比如說電冰箱後面的散熱片七層黑色 黑色 因為呢從冰箱裡面是熱 它把熱散出去 所以它要把它這個熱 它能夠把它散出去 散出去 或者是呢 瓦斯的除氣槽 它不要吸收很多熱 讓它能夠溫度上升 讓它爆掉 所以它就吸成白色的 它能夠盡量能夠反射掉 就要能夠反射掉 所以根據你的需要 你會把它吸成深色一點 或者是淺色一點 另外有所謂的光滑跟粗糙的 光滑的會容易反射 粗糙的會容易吸收 或者稍微吸收 這個結果是要記住 然後考試會考 剛剛講的黑色跟 剛剛講的黑色跟白色 有兩種考題答案居然一樣 第一個是兩個裝冰塊 兩個裝冰塊的杯子 一個包白色的布 一個包黑色的布 問你哪一個冰塊會先融化 黑色的 答案是黑色的 因為呢 黑色會從外面吸收輻射熱 然後讓這個冰會融化 反過來有一種是兩杯熱水 滾燙的熱水 一個包白布 一個包黑布 請問你哪個冰 哪個布先冷卻下來 答案還是黑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變成從裡面把熱吸過來 然後把它丟出去 丟出去 所以反而 什麼一個熱一個冷 答案通通都一樣 都一樣 原因是因為 它 會容易 因為它 會看是 它是誰的溫度高 然後誰在吸 誰在放的差別而已 還有它的差別 然後這也是會烤的光滑跟粗糙 所以一個人造衛星 我需要維持高溫的 就吸成黑的 因為黑色會幫我吸很多熱 我需要維持低 我就吸白的 因為白色會把熱反射掉 那如果不高不低呢 就怎樣 吸成黑白相間嘛 有的吸 有的會反射 所以什麼原理 就是剛剛講過的原因 就是因為黑色容易吸收 白色容易反射 反射浮射熱 反射浮射熱 然後黑白那邊就可以維持適中 就一直這樣 就是剛剛講過 考試會考 考試會考 還有別種考板 你以後寫就會碰到 他不用來寫就碰到 反正就是要記住 剛剛講過的 黑色容易吸收 浮射熱 白色容易反射 浮射熱 光滑容易反射 出燒容易吸收 要把這個結果給記住 其實要記住這個結果 OK 好 來請問你 烤箱 這也是烤箱的 這個通常不只一種 而且烤箱其實很多種 他這個講的是那種 最簡單的烤箱 最簡單的那種 小小的那種烤箱 那種 因為烤箱也不同形式 有的做法會稍有不同 請問你 烤箱會有哪一種熱的傳播 有的時候答案會不只一個 有的時候答案會不只一個 就是不一定去傳導 不一定去對流 不一定去浮射 可能有兩個 可能有兩個 或者三個都有的 都有可能 看題目怎麼出 結果會不一樣 No.25號 25號 25號 請問你烤箱傳熱 有什麼方式 看哪些方法 啊 浮射傳導 浮射跟傳導 請坐下 基本上它如果有鐵盤 什麼之類的 那個鐵盤如果會熱 那就有所謂的熱的傳導 上面一個管子 下面一個管子 發紅光去烤東西 那主要靠的就是輻射 可是它有這種烤箱什麼 旋風式烤箱 它會說裡面會產生一些對流 旋風 你們會傳一些風 旋風 旋風 因為坐的法不一樣 誰答案可能會不一樣 我們講的是最簡單最基本的樣子 就有傳導跟輻射 OK 基本上呢 只要能夠隔絕熱量的進出 就可以保溫 包括保冷 包括保熱 只要沒有熱量出去 溫度就可以維持那麼高 只要沒有熱量進來 溫度可以維持那麼低 所以只要能夠隔絕熱量進出 就可以達到保溫或保冷的效果 所以棉花 羽絨被這種東西 本身就是一個熱的不良導體 就不容易把熱傳出去 如果把它蓬鬆了以後 有很多空氣更好 因為空氣是熱的更不良導體 更不容易傳出去 所以那個棉被要蓬蓬的 現在已經應該沒有蓬完裡面做這種事了 以前非常非常久之前 南亞福東現在是輪胎店的地方 就是個彈棉花店 幫你把棉花彈鬆 蓬鬆一點 蓬鬆一點 蓬鬆裡面 通氣多這樣蓋起來 蓋起來會比較保暖一些 不過這種電影現在都沒看過了 現在就直接換掉就好 不行就直接換掉新的 這樣做 它就是要這樣做 好這種是舊式的 現在很少看到這種舊式的熱水瓶 没有办法插电 应该在电影历史看得到 这种旧式的热水瓶 这热水瓶呢 第一它有瓶盖的塞子 还有外面一个壳 基本上这个塞子 就是用不易导热的软木塞来做 要避免热的传导 避免热的传导 然后呢 中间有夹真空 有个真空的夹层 真空是没东西嘛 没东西可以防什么 可以防船长可以防队瓶 可是能不能防辐射 所以你没有办法 东西做到100%的热量不出去 因为你有 你比旁边高温 就一直向外面辐射热出去 辐射不需要东西 所以一定会降到快还是慢而已 所以这样防抽真空 就可以防船长防队瓶 可是没有办法防辐射 那怎么样尽量减少怎么办 光滑一点亮一点嘛 所以里面会度盈亮亮的 很光滑的 然后会反射辐射热 就可以尽量减少 因为辐射造成的热量散失 当然是OK 这就是我们保温瓶 保温瓶的做法 保温瓶做法 这种热水瓶讲过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 现在都是直接插电 可以直接加热那种 还是这种 还是基本的原理是一样 基本上原理是这样 OK 好 请起来课堂练习 好 好